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dy 今天我来讲如何做这些橱柜 安装制作橱柜在家里用途是非常广的 比如在你的厨房 浴室就需要这些固定的橱柜 包括在你的卧室 衣柜也会遇到需要制作橱柜的地方 或者像我这边在你家的客厅门厅 也可以自己制作这些橱柜来存放东西 在今天视频里我首先会简单介绍一下如何设计你的橱柜 包括橱柜尺寸和种类上的区别 购买现成柜板和自己切割柜板的优点和缺点 接着重点我会讲如何安装和制作橱柜 这边包含三个内容 首先是柜体的固定和安装 第二是柜子侧板 靠墙的收边装饰应该怎么做 另外还有柜子的桌面怎么做 最后是一些可选的附加内容 比如地柜和地面之间的衔接 顶柜和天花板之间的衔接应该怎么做 在开始之前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应该还记得我在门厅这边新制作的楼梯 另外还有我捡来的镜子 今天把这些橱柜都做完了以后 我门厅这个区域就基本装修完成了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柜子看上去各种各样 有挂在墙上的 有放在地上的 另外还有各种不一样风格材料的 看起来都是各不相同 但其实所有柜子歌功结底 一共就三个内容 第一个是柜体本身 这所有柜子都是一样的 基本没有任何区别 第二个就是你柜子的侧板和桌面 包括你门板这些 这些决定了你柜子的风格 也是你需要制作的部分 最后还有些你可以选择做和不做的内容 比如说柜子和地面之间的连接 柜子和吊顶之间的连接 等等这些内容 做所有柜子之前 你先要简单的设计一下 你需要做什么样子的柜子 所有的柜子主要分两个大类 一个是地柜 一个是吊柜 当然还有种从天到地的整体的柜子 你既可以把它当做吊柜 也可以把它当做地柜 地柜 顾名思义就是放在地上的 我们常见的深度是50厘米到60厘米之间 第二种是吊柜 吊柜就是挂墙上的 一般的厚度会比较薄 一般是在30厘米到40厘米之间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些常见的尺寸 你想自己切板做的话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45厘米的 不深不浅的柜子 当然也是可以的 因为深度不是那么重要 主要是柜子的宽度 一般所有品牌的柜子 60厘米宽的是最常见的 就算一些特殊尺寸 一般也是整数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的家电都是60厘米宽的 比如你的烤箱 洗碗机 洗衣机 所以一般柜子的厂家 都按这个尺寸来设计 比如Bondings就可以买 包括各种地方卖柜子都有卖 宜家的也可以 这里注意不是宜家的家具 我们要买的是built in 也就是内置的这种套件 简单来说 装修房子是固定的东西 有些商家的网站上 都有插件 可以组装他们的柜子 你就可以在做之前 清楚的看到 做完是什么效果 然后它出来的列表 也比较精确 你不会因为多订材料 或者少订材料 而多跑几次 不过不管你买 什么品牌的这种柜子 原理都是一样的 另外如果你买品牌柜的话 就可以节省很多切割板的时间 柜体本身 你直接拼装就可以了 一会只要制作侧板和桌面 因为柜体本身 你是看不见的 所以你自己买板切割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所以买现成的柜子 你不但可以省时间 而且不容易弄错 当然如果你想自己切板 做这些柜子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一般最好的材料 就是白色的强化板 这种板有点像强化地板 表面非常坚硬耐磨 比普通贴面的板 要好一点 而且它也不会变形 如果你之后里面要做隔板 也有现成的板上面是带孔的 这样你就不需要自己打洞 我们把这种板 贴到合适的大小 然后在侧面打上孔 拧上螺丝 就可以把柜子的大致造型 给做出来了 比如在我卧室里面 因为我不希望柜子太深 这样的话我开不了窗 另外我希望高度 正好到我窗台这边 这样下面的空间 一点也不浪费 现成的柜子 不可能有这么正好的高度 另外我就希望 储物空间最大 所以我做满了抽屉 一直把抽屉 这么贴地面 下面总是有一段空间的 所以如果你各个方向的尺寸 都非常苛刻的话 自己切板做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不过就算你自己切板做 我建议柜子的宽度 也选用标准尺寸的 之后你装门板 或者抽屉的时候 你就可以买现成的门板和抽屉 这样的话既便宜 而且你也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之后我做到了再讲 下面我就从头开始来讲 制作和安装 你首先要在墙上 用铅笔先画出 你要装柜子的位置 这里可以用水平尺 量出水平的线 这样你装柜子就不容易歪 你这样子也可以有个直观的概念 看到装完以后是什么样子 能调整的话 也可以及时先调整 开始做再调整就比较麻烦了 如果你安装的是地柜的话 每一个单独的柜子 下面应该都有几个可调的角 我们可以通过旋转它的角 来调整柜子之间的高度 和它的水平度 调整完后 记得在地柜的角下 和地面之间打上胶水 进行固定 如果你要安装吊柜的话 把柜子固定在墙上 有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装这种轨道 把轨道固定在墙上 然后一会儿柜子是挂在轨道上的 另一种 你不装轨道就可以跳过这一步 但前提是你的柜子 一定要可以直接固定在墙上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有实心的背板 可以随机固定在任何地方 或者说你的柜子上 有金属的五金键 足够支撑柜子 直接固定在墙上 我现在来装铁条 这里我们可以把铁条 切到合适的长度 铁条可以用角磨机切割 或者直接用手锯切割 也是可以的 只要保证用的是切金属的锯条就行了 装铁条也有两种情况 一种如果你是石膏板的墙 像我这边 这个墙是石膏板的墙 石膏板的墙 一定要把螺丝固定的地方 打到后面木桩上 找木桩上次装进的那期视频 你介绍过两种方法 一种是用这种找木桩的机器 或者你有经验的话 可以直接用手敲出来在哪里 找到木桩以后 我们把螺丝打到后面的木桩上 挂上铁条 装上垫片 然后再收紧螺丝 这样铁条就固定上了 另一种情况 你是混凝土的墙 或者砖头的墙 一样标记出需要打孔的地方 再用冲击栓在墙上打孔 打完孔以后 插入塑料套 然后再拧上螺丝 挂上铁条 最后加上垫片 收紧螺丝 这样也就装完了 由于我这边都装了铁条 挂柜子还是非常方便的 一个人往上一挂就可以了 如果你没有装铁条的话 准备把柜子 直接打到墙上的话 像我现成的柜子 后面有五金键 那就可以把五金键 加上垫片 直接打到墙上 你跟装铁条的方法一样 先标记好孔 把柜子拿下来 在墙上打好洞了以后 再用膨胀螺丝 最后一起固定上 但是如果你是石膏板的墙 后面不可能正好 在你柜子的角上固定的地方 有一条木梁 有可能木梁在边上 你就最好使用 实心的底板的柜子 不管是你自己做 还是买现成的套件 因为这样子以后 你只要在后面 假设我们的木桩在这边 你要在木桩上打好洞 拧好螺丝 然后整个柜子 也就固定在墙上了 就像我这边厨房这个柜子 这一个柜子的柜体 上面有一个螺丝 然后下面一样的位置 又有个螺丝打在木桩上 上面拿贴纸最后贴掉了 所以看上去现在有个盖 但是螺丝就在后面的位置 后面这边正好是有个木桩 操作方法基本上就这个样子 靠墙的柜子 一般来说建议离墙 还是要留一点距离的 这样的好处是 待会儿装完门以后 开门关门的时候 不太会有影响 这个空档怎么解决 我们拿这种侧的白板 然后切除你要的高度跟宽度 之后就可以把这个 给填在边上的缝里 这个缝就看不见了 像这种在下面的柜子 底下是看不见的 所以底下不用缝的特别好 我们可以只要踩一个边 因为上面之后 做了桌面以后 本来就是看不见的 下面你也是看不见的 所以说就可以了 这种侧板你可以用圆锯形切割 因为它一般就是 中密度版MBF材质的 所以还是比较好切割的 关于怎么使用圆锯 我之前也专门出过视频讲 装侧板靠墙的地方 有两种装法 一种就是把侧板 直接拧在边上 用螺丝固定住 然后把整个柜子靠墙就可以了 另外一种 因为某种原因 你中间距离需要留得远一点 可能是因为那边的距离 想要靠足 或者你柜子要聚中在房间某个位置 然后边上尺寸正好多这么一点 放不下一个柜子 等等种种原因 侧板你可以给它横过来装 这样你切到你合适的宽度 然后这样装也是可以的 这样就可以留一个比较宽的距离 我们可以用一个木条 或者就是直接是拿刚才侧板 再切一条细的 切中间的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条 先固定在这个板的侧面 用螺丝给它拧进去 之后再把整个板靠在这边 然后再用螺丝 把柜子和这个给拧在一起 这样的话就可以固定上了 外面也看不见螺丝 是这样子一个操作方法 比如说我这个柜子 离开墙就比较远 中间就用这种方法 把中间这条给填上了 但是我这边需要留得少一点 我就会直接去这样贴在这上面装 另外就是当你切过的侧板 切过的头尽量朝着上面 不管你是做下面贴地的柜子 还是靠上面掉起来的柜子 因为这样子的好处是 你如果有水从桌上流下来 流到下面以后 下面是包住的 你这个MVF板以后就不太容易坏 如果你是贴地的柜子 如果你有水积在地上 水渗到这边来 这个板也不会坏 然后如果你把这头放在下面 水渗到地面 这个水就容易吸进去 这个板就容易胀掉 如果你正好切到上下 都有像这样切过 就像我这样稍微涂点油漆 这样有给它多一层保护 我这边因为放上面 所以无所谓 我稍微涂个油漆 以防万一不涂也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要把面放在下面的话 你就必须把这边涂很厚的油漆 越多越好 把这边全部盖上 要保证以后水不会渗进去 好了 这边我就用螺丝 把板给拧在柜子上就可以了 OK 像这个样子我们就装上了 我们从另一侧看 就是这个样子 这边多了一条边 然后我们就把柜子 给靠到墙靠足 这样第一个位置就完成了 可以看到上面的柜子跟下面不一样的地方是 下面的柜子只要是样边上这条就可以的 但上面的柜子 下面也是可以看到里面的 也要给它做一颗条 给它封上 我这边依然是拿侧板切了两个条 给它在竖的方向跟横的方向 都要给它封上 这边如果你不好拿的话 可以拿个夹子稍微夹一下 上面装完了以后 就形成一个L型的造型 这样我们把柜子靠足墙了以后 从下面也看不到缝了 接着我把需要装的柜子都给它挂上 然后柜子和柜子之间 也用刚才装侧板类似的方法 把柜子锁在一起 这样以后柜子就不太会移动 柜子全部固定上了以后 下面到侧面来做这侧面的侧板 像我这个买的是现成的柜子 所以它的螺丝是在上面的 侧面其实我不做侧板也没有关系 就像我厕所里这个柜子 就是没有侧板的 你之后的门板或者抽屉的板 装完了以后 边上就没有一个包边了 如果有侧板的话 就是柜子的门板外侧 还有一个包边 感觉门是缩在里面的 看上去也就这么一个区别 另外如果你是自己组装的柜子 侧板跟上面的固定的螺丝 肯定是在侧面的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你要把这个螺丝遮住 你就需要装侧板 这样会好看一点 装法和那侧靠墙的比较类似 把板放到这边 然后用夹子固定上 这样你就可以腾出手来 从柜子的内侧把螺丝拧上 就可以把侧板给固定上了 这里可以注意到 我把切割过的一面 还是放在上面 下面是没有切割过的 这样以后就不太容易坏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你的柜子是地柜的话 是放在地上的话 侧面的侧板一定要延伸到地上 这样才能把里面的角什么的给遮住 就像我厨房这边的柜子 可以看到侧面侧板 永远都是到地上的 另外就是落地的柜子 下面大会还有个kickboard 这个我一会再讲 但是我这边的吊柜就没有了 都是下面是悬空的 这边就算直接完成了 墙这边转角柜子这边 正常不是这么装的 一般简单一点 你可以直接买现成的转角柜 但是我非要给它装成这样 所以这边我要改造一下 这样边上门关上了以后 这边才没有缝 我一样还是用侧板切了几个小的条 把这边就给它封上了 方法和这边装侧板的时候差不多 也没什么特别的技巧 好了 那么现在柜体的框架部分 我们已经全部完成了 包括我们这边小的这几个柜子 我已经全部搭完了 另外我们的侧板 包括中间的连接的地方 都已经处理好了 由于我这块是需要做人的 所以我这边又加了两个铁角 把它固定在墙上 因为万一有人在上面跳一跳什么的 我担心墙面的强度 可能没有那么牢固 所以说加了两个铁角 其他摆东西的柜子我就不需要处理了 不过这都不重要 因为接着我们就给他们要做上桌面 如果你是买现成的柜子的话 在买柜子的地方 会有很多桌面的选择 包括强化板的桌面 竹压的桌面 石木的桌面 或者石头类材质的桌面 都是有很多的 如果你要用它现成的板 一个是卖柜子的地方 强化板的桌面会比较贵 不值得它这个价钱 另外就是尺寸也得自己切割 并不能省多少时间 所以今天这些面板 我全部用石木的来做 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三块面板 这个都是非洲的右木 木头本身材质的还是比较好的 像这种石木的板 你可以在建材用品商店 比如Bondings买到已经加工好的木板 价格也不会很贵 其中也有不同木头的选择 但是这些板主要都是拼接的木板 就是拿一小块一小块石木 给拼接起来的 质感上肯定不如整块的石木来的好 之前我房间里的柜子 就是用的Bondings的摸布的石木板 可以看到上面都是有拼接的痕迹的 另外我厕所里洗脸台的面板 这个桌面也是用同样的板 你选用这样子的板来做桌面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要质感好一点的 我今天就要用这种 整块的石木的板来做桌面 可以看到我这整块板非常宽 但是这是一整块木头 中间没有做过拼接的 也就是说它这个树的原材料就有这么粗 然后它是整块切下来的 这个木头就是和我楼梯上的 这些木头是一样的 我还是找我木工的朋友 在他的工作室买的材料 然后用机床给他爆平 之后我就拿回来 虽然现在尺寸上还需要切割 但是表面已经基本爆平了 接着我就来说 怎么把这些板做成桌面 首先我们看板 这个板虽然非常宽 但是厚度比较薄 这是因为我要把这么大块板 给爆平了以后 会损失掉很多厚度 所以厚度可能就只有不到 两厘米的厚度 如果拿这么宽 但是这么薄的木板做桌面 可能质感没有那么好 我要做一个一倍的厚度 我要再垫一个18毫米的厚度 就看上去有这个的两个厚 质感上去很好 我们这边可以先拿 MDF 这个中密度的板 这个是木粉压成的板 这个板很便宜 这10块钱可以买好大一张 我们用这个板 先要做出你要垫高的厚度 什么意思 MDF板有不同厚度的 像我这个是9毫米的 如果我要垫18毫米的 我就需要做两层 也就是说 把这个板切到合适的大小 再叠成两层 垫在待会儿的桌面下面 这样就可以让木板看着厚一点 不光是木板 如果你要做实质的桌面 操作方法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整块的MDF放上来 然后切出这整个的大小 这样可以减少切割的次数 不过这样用板会比较浪费 我这里就把MDF的板 切成一个个条 然后把它一个个摆到柜子的顶上 做成一个框架的造型 因为只要厚度OK的话 到时候外面也是看不出来的 这样可以节省一点MDF板的用量 我这里就摆成这个样子了 接着大家注意 这个柜子不一定是平的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这边 比如像我这个地方 这个柜子比这个柜子会低一点 这边就有空隙 这个就不是很紧 以后上面桌面上紧了以后 下面支撑就不是很牢靠 可能因为我的墙不是很平 然后两个柜子挂完了以后 后面是平了 前面高低就有点差距 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把这些MDF板固定在柜子上之前 尽量把缝给填掉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旧的广告纸 或者旧的不用的A4纸 我们用剪刀把它剪到合适的大小 然后像这样给它垫在下面就可以了 这边主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高度差的特别多的话 你要多用几层纸 千万不要用这种硬卡纸 因为这种你压紧了以后 它体积会缩小的 然后你不压紧的时候 它会鼓起来 这样你就很难戒平 所以一定要用实心的纸把这边给垫平 之后就要把这些MDF的板 给固定到下面柜子上 这边固定 如果你是装石头的桌面的话 这边就要尽量给它固定在柜子上固定牢了 但如果你是装木头的桌面的话 像我一样 这边只要临时固定一下就行了 因为待会桌面上了以后 我们还要把桌面和柜子给固定在一起 这些东西就会夹了很紧 这边有两个办法 我们可以用钉枪直接打钉子 把这个板给固定在柜子上 但打钉子就有一个缺点 就如果你对钉枪控制把握不好的话 这个钉子很容易打穿 从下面露出来 以后下面看上去很难看 所以你对钉枪的力度一定要特别有感觉 如果你控制不好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螺丝进行固定 我们找到螺丝 只要长度跟总高差不多 稍微比它短一点点 只要可以把上面MDF的板 拧到下面的柜子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这边两层MDF的板 加下面柜子的厚度 可以用螺丝 螺丝拧完了以后 下面正好差一点点 尺寸也可以 再稍微短一点 拧下去了以后也能拧在里面 这两个长度都是可以的 像这样一个螺丝就固定好了 这边所有MDF的条 都一样可以用这两种方法 给它固定上 除了这一边以外 剩下两个去 像我这边要做的地方 另外这边长的桌子这边 用MDF的条把这边都固定上了 下面我就来做桌面 我还是先说最小的柜子 我在这边装了这块侧板 如果你边上要做个Waterfall的话 这个板是没有的 所以现在你就要一块树的 一块横的 两个板的长度 把整个柜子给包起来 侧面的Waterfall的部分 就替代了侧板 这里如果你光像我一样 只做一个桌面的话 你只需要把桌面的大小 给裁出来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要做边上Waterfall的话 你这边就要裁个45度的角 这样接缝才比较好看 这边具体怎么做 很显然你的墙不可能是完全直的 你墙角也不可能是个 完全90度的直角 我们就要按照墙的大小 来切桌面 首先我们看这条边 这条边很显然 墙这边是斜出来了 怎么办 像这种插的不是很多的 我们就把铅笔 靠在墙上一路划过去 待会你就知道 我需要在这头切掉这么多 然后整个板就可以靠在墙上了 另外像这边这条 这边这条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到这边来看 这边这条像这个墙 中间有点鼓出来 两边是缩进去了 我要把中间给切掉一点点 这样才能靠足 要不然以后缝这么大很难看 我们还是用一样的方法 把笔靠在墙上 然后像这样一路划过去 这样你就有一个 跟墙弧度一样的线条 我们先把这个给切出来 像我这块比较长的桌面 这边我没法靠到墙靠足 原因是看这边 我这边有一个门框 凸出来了 板比较长会卡到门框上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我们拿个小木块 给它靠在墙角 这个角要顶足 然后我们铅笔放在 木块和木板连接的边缘 我们推着木块 沿着墙给划过来 这里可以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像我 没法把木板 靠到墙上的时候 可以这么划 还有一个就是像我这边 缝差距比较大的时候 你光用一个铅笔的距离 已经画不了了 所以说你要垫个东西 而且这边我这个墙 有点波浪性的 不是那么直 我这边线条 画的也就是歪歪扭扭的 这样到时候靠上就没有缝 而且会比较精确 我这边画两条线 因为这边我这个木头有点裂 我想把裂的给切掉 我待会切里面这条线 不过这边最难的 还要说我需要做的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 我要把木板直接伸到 那边的柜子里面去 那边的柜子 侧面板就要让木头 包进去一块 这样子需要切割 就比较复杂 这里我建议你先拿包装盒的卡纸 先做一个膜 因为卡纸切坏了 也没关系 可以再拿一张 这边可以看到 我用卡纸做好膜以后 待会就按照造型来切 缝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把卡纸 对在需要切的木板上 这样就可以把轮廓给画出来了 我把刚才标记好的 先拿出来切一下 切好以后再拿回来就位 好了 现在三块板都已经就位了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缝 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缝已经非常小了 和墙还是非常贴合的 然后我转过来以后 弧线的墙 现在也都已经贴紧了 另外下面这一块 下面用纸板做过膜以后 切出来也还是非常精确的 包括到那一头 基本都可以贴上 然后我们还要把木板的大小 给裁出来 这边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要 比如说如果你在厨房用的话 你可以把桌面 做了稍微伸出来一点 这样这边就多了一个吧台的座 总之按照自己的需求 可以做的不一样一点 不一定要和柜子一模一样 但是如果你要和柜子 做了一模一样的话 就要把这横向 跟纵向的线条给标出来 我们要去切割 这边与其在上面画这样子的线条 我们到板的下面 在这里这样画过去这个线条 就会比较精确了 纵向的位置也是一样 如果你这边要安装水槽 或者灶台的话 趁现在也一起给它切好 今天我的柜子没有水槽 以后如果做到需要做水槽的地方 我再会出视频讲 如果你是装木质的桌面 就用圆锯进行切割 如果你要装实质的桌面 那要用云石机进行切割 方法都是类似的 只是工具不一样 我们先把标记好的位置 把竖的横子都切出来 注意这边要切得小心一点 尽量把线切直 然后我们把切下来的部分 再切两个细条 作为桌面的翻边 因为这样把边上切下来的地方 再反过来粘回去的话 一会儿木头这边的颜色 木纹都会相对比较接近 接缝不会看上去特别明显 切好以后 我们拿回来把板线就位 我把刚刚切下来的翻边的条 给拼过来看一下 接着我就用胶水把它们给粘上 我们在边缘涂上胶水 然后拿夹子夹着固定一下 另外如果你的桌面比较大的话 你肯定要有很多夹子 如果你夹子不够的话 你可以临时先夹一下 然后在板和板之间你打上钉子 当然从下面往上打 这样上面不会露出来 或者拧上螺丝 把它固定住 然后再把夹子移到别的地方去 也是可以的 全部弄好了以后 我们总胶水干一下 好了现在胶水干了 我把这些夹子先拆掉 用手摸一下刚才粘过的接缝 如果边上有胶水 像这边挤出来的话 可以拿一个凿子或者小刀 在边上刮一下 这样就可以把多余的胶水给刮平 然后在刚才胶水粘过的这些地方 我们用镊子把这些缝给填掉 这边你也可以用刚才切下来的木屑 加上胶水当做镊子用 包括像我这块木头中间有裂缝 同时也可以把这个填掉 另外像我这块布板 这边还有个洞 然后这边有裂开的裂缝 我现在顺便都给它一起填了 这边都填好以后 等这边镊子干的时候 因为我这边把夹子都拆下来了 所以我把另外两块的腌 也用胶水给它粘好 等镊子全部干了以后 我们拿出去给它打磨一下 我们可以拿砂纸包着一个木块 然后就直接给上面打磨 不过我这边有电动工具 我有一个Orbit Sander 那我就可以拿这个机器进行打磨 这样速度就可以加快很多 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刚才粘过的面 侧面给它完全打磨平 我们打磨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要去除这种圆锯 锯下来一条条斜的线条 这样之后整个侧面看上去就比较平滑 那一块打磨好以后 我这边一口气 把其他两块也一起打磨好 现在我们先要给这些脚做一个倒角 这一部分你可以选择做 也可以选择不做 但就算你不做的好 我也建议用砂纸 把这个棱都稍微磨一下 让它稍微圆滑一点 这样子的话 以后这边边角都不容易磕坏 你这个木板使用时间就寿命更长 我现在要给它做倒角 这边要用到工具叫Router修边机 我今天要用直的倒角 上次做楼梯的视频 你能看到我是用圆的倒角 这次我就用一个不一样的 注意用修边机还是非常危险的 手一定要握紧了 因为修边机转速还是非常快的 我们像这样把对着外面 需要倒角的地方都倒一个角 修完边以后 我们就有一个稍微圆润一点的角 然后我刚保持了侧面这一条 就是这边上切下来 再给它转过来拼上 这样的话你木纹就可以跟后面的连上 看上去都是一个方向的 包括侧面也是 切下来以后翻过来以后 木纹跟后面的木纹 也基本都可以连上 都是一个颜色一个方向的 像中间之后接缝线条 侧面我们要处理一下 因为我这块板是一整块木板 这两层很明显 中间线条是连不起来的 如果你用的是拼接的板 本来就是拼接的 你也不太会在乎 这里有个接缝 我这边我可以把这些线条稍微画一下 让它感觉连贯性好一点 我拿这块作为例子 因为这块我切的时候没切好 这边一块印子比较大 这边我就拿铅笔 我稍微画一下 待会效果就会好一点 因为待会我还要给它染色 所以说染完色 这些线条就不会这么明显 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染色 或者做保护了 这边我给桌面上一层染色 然后两层保护 这样让它的颜色更符合 我这个区域的色调 也让它的质感看上去更好一点 当然如果你不希望给木头染色 或者不想给木头做保护的话 直接跳过这一步也没有关系 详细的关于木头的染色和保护 我单独初期视频讲 这边我就不展开了 染色和保护都刷完了以后 我们就要把桌面给安装就位了 这边的概念就是用螺丝 从下面往上 把木头的桌面给固定到下面柜子上 当然如果你是石头的桌面 你可以使用胶水 把它直接粘在下面 选螺丝的时候看清楚长度 就是从这个板一直要拧到这个的上面 下面的层是空的 是个翻边 我们要拧到上面这层 它凸出来凸出来你的桌面表面就毁掉了 如果不够长的话 可能墙都会有问题 这一颗就比较正好 离它上面还有一点点距离 但是又可以深入的给吃到这个上面桌面上去 我就用这个长度螺丝 把这块板给固定上 柜子下面螺丝拧完 上面是看不见的 但从下面可以看到这些螺丝孔 不过我们在正常的角度上是不会发现的 因为外面还有橱门什么的 桌面都固定上了以后 我们要把桌面边上的这些缝 给稍微填一下 下面柜子跟墙之间的缝 这些地方都要填 填缝也有很多技巧 关于填缝 我单独初期视频讲 这期主要说柜子 我就不展开说了 有需要的可以点击我那个视频 我们这边柜体和桌面都已经完成了 下面就要进入最后一步 就是装抽屉和门板 抽屉和门板 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做 对你工具的要求比较高 你要自己动手做到精度比较高 还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建议买现成的门板或者抽屉 直接安装到你做的柜子上 但这边值得注意的是 你需要做的柜子 和你待会要装的门板 可以不是一个品牌的 就算是你自己切割板 自己做的柜子 也可以用品牌的门板 这就联系到我刚开始的时候 说的一个问题 你柜子的宽度 尽量做成标准尺寸的 这样你买门板 随便什么品牌 现成的门板 直接装上就非常方便了 在安装的时候 如果你是自己切板 自己做的柜子 你就需要自己算位置 自己钻孔 去安装这些门板 如果你买的是品牌柜 这边上孔的位置 都给你算好了 所以你直接把门板 装上就可以了 这边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按照门板的说明书 把门板和抽屉都装配好 然后按到柜子上就可以了 装好门板和抽屉以后 记得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把脚链的位置 要调整好 确保门和门之间不会碰到 另外我那边的柜子 我也把门板一起给装了 接着叫做柜门和抽屉的把手 把想要装把手的位置 标记出来 标记好了以后 就用电钻 把需要装的位置给钻开 门把手可以装在你 任意想装的位置 没有太多的讲究 可以从实用性和美观度 两个角度来出发 我这边要装的把手 是这种一个头的 我只要打一个洞 然后后面用螺丝穿过门板 给它拧在门板上就可以了 我这边买了一包 都是网上买的 这个很便宜 有些几毛钱一个就行了 这种把手 我不建议买品牌的 如果你买柜子品牌配套的 可能就要好几道一个 那你几十个用下来 价钱上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先我把每个门的门把手 装上用螺丝拧紧 当然我把这边几个 柜子的门把手也装完了 这边为了和黑色的 柜门把手搭配 我在柜子的上方 挖上大钟进行装饰 另外最后 如果你的柜子需要上隔板的话 把隔板给放到位置 这边就全部完成了 这边我的柜子下面是不分板了 因为我这边有插座 我不想再移动了 而且下面正好可以存放一下 我的扫地 机器人等等一些东西 这个空间可以不用浪费 如果你的地柜要封板的话 应该怎么做 我们这边要测量出 你的柜子跟地面之间的距离 多测几个点 因为你的地面不一定是水平的 我们柜子刚刚用了水平纸测量 所以现在应该是水平的 所以这之间的角度 不一定是平行的 测量好了以后 把kickboard 也就是下面装饰板 切到合适的尺寸 把它填在地板和柜子之间这条缝里 然后我们打开柜门 在合适的位置 拧上螺丝 把下面的底板给固定住 不让它移动 在这边再提醒大家一句 这里才是板 因为是不能碰水的 我们记得把没有切割过的一面 放在下面 这样的话地上如果泡水了以后 这个也不会胀掉 把切割过的一面给放在上面 靠柜子这边 最后一样不要忘记打上螺丝固定 顶柜上面的空间 这里我不会做装饰板给它遮住 因为上面的空间 还可以堆一些不用的东西 但是在厨房区域 我还是建议用装饰板遮掉 这样以后比较干净容易打理 你就切一块这么大小的MDF 或者用石膏板也可以 然后在柜子的顶上 先用一个木条 让它有个固定的地方 然后你的吊顶上也一样 先用一个木条 然后把整块装饰板给盖上 用钉子和螺丝固定在后面 之后再把顶脚线给补上 边缘连接的地方用石膏给它抹平 然后刷上涂料 之后就看上去跟边上的墙是一体的了 这是我这边几个柜子制作完成的效果 如果你觉得今天视频有帮助的话 记得在下方帮我点赞支持一下 如果你对制作柜子还有什么任何的疑问 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 能解答的话 我会尽量给你解答 好了 本期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